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全學專家小鈺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要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現在來聊聊什麼呢 來聊聊有網友問老師說 老師啊 我有請泰國佛牌的鷹牌 或是古曼童 但是我有聽說 如果長期這些 接觸這些陰性的聖物啊 久了之後呢 自己的磁場會變不好 甚至於會被干擾 那應該要如何是好呢 我覺得這問題可能非常多人都會遇到 所以老師今天拍一篇 來跟大家聊聊這個話題 基本上你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陰性聖物 那為什麼有些人 取得陰性聖物會被干擾 有些會沒有呢 其實真正要看 你是怎麼去供養他 我所謂供養他就是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有一個陰壇 他就把他供在那邊 那有些朋友他可能 比較沒有這方面的觀念 他可能會被坊間的一些人教說 譬如說 拜過這些鬼的東西 你也跟著吃 所以你會把這陰性能量 吃進身體裡面 甚至於我有看到過一些 比較被干擾嚴重的 身體都出現問題的 他把他的陰牌 可能就放在他的床頭旁邊 所以他不管吃喝拉撒睡 無時無刻都跟這些鬼混在一起 所以你會長期吸收到這些陰性 所以久了之後 你的運勢跟能量 自然會往下滑入 那其實處理的方法 也很簡單 簡單的地方當然首先 你不要再去吃敗過鬼的東西 就像我說的 偶爾吃沒關係 但常吃你會一直把這個負能量的東西吃下來 吃久之後 對你自己的身體以及能量 一定必定是有上 第二件事情 你也知道說 跟這些負能量 或是鬼的東西 混久了 你的吃飯會不好 解決方法很簡單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帶正的佛牌 那你可以帶正的佛牌這邊 去綜合他陰性的能量 所以至於就是為什麼陰牌 都會建議掛在腰下 而正牌掛在身上 為什麼他陰陽就會形成一個 保護的一個平衡的作用 那自然這陰氣就上不到你的身體 他也自然就很難去干擾你 那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家裡面可能有供一些神神佛佛 對那你一樣吧 你只要家裡面有這些神神佛佛 你陰壇如果是在下面 你位階是對 那你陰壇沒在下面也沒有關係 只要你家裡面有這些神神佛佛 那他一樣有正能量 他自然就可以去消滅掉 你的這個陰氣的負能量的能量 而且還可以形成陰陽交合 就是天上的神會幫你 地下的鬼也在協助你 基本上我也是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說 老師啊 可是我就是只有養陰牌 我沒有任何的正牌 我也不想要佩戴正牌 那怎麼辦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 有空呢 你就去大廟走走 吸收一下正能量 就很像是打掃家裡面一樣 久了之後你體內可能累積一定的陰氣的時候 你就去大廟走走 去化掉這些負能量 去做一些深呼吸 或是持咒念經 提升自己的磁場 基本上都可以很有效的一定程度 去排除掉這些負能量 你自然身體就不會被這些負能量所干擾 其實這道理是非常簡單 就跟中醫理論一樣 你今天可能很常熬夜或幹嘛 當然你可以改善這個問題是最好 如果不能改善 那你就多吃一些健康食品 多運動 去把這磁場去轉換過來 自然就不容易會被這些鷹牌干擾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其實鷹牌呢本身他可能沒有刻意要去干擾你 但很多朋友就是說 可是我的鷹牌沒有干擾 可是為什麼我的精氣神總是越來越差呢 其實他就有點像是電磁波一樣 他本身的能量就是會讓你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建議養鷹牌的朋友會建議說 至少你睡覺的時候 你睡覺的時候是你可能 時常比較弱的時候 請你不要把鷹牌放在你的身邊睡覺 油的話盡量讓它離遠一點點 比如說你有一些抽屜啊 櫃子把它放進去那邊 不要讓它直接在床頭 或是在你的什麼床底下啊 或是枕頭下面等等 那就很容易會去干擾到你 了解我的意思嗎 其實方法很簡單 不怪乎就是正鷹把它去做個調整 那你自然就會越來越好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養鷹牌呢沒有不好 但是過於不急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可以的話 也多接觸一些大妙的正能量 如果可以甚至於請一尊佛祖在家裡面 安宅振作 那自然這些問題都不會是問題好不好 那今天針對網友的問題 老師就來做一個回答 那希望可以有幫助到需要的朋友 那一樣有喜歡老師這邊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喔 掰掰